後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基本法》23條立法能夠保障國家和香港安全 任內需要創造有利條件才能夠處理這個爭議性的議題 後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說 立法是特區的憲制責任 自己會以承擔的態度去處理 簡學稀報道 內地官員近日一再強調 香港需要就《基本法》23條立法 林鄭月娥被問到任內會不會處理這個問題時說 23條立法是特區的憲制責任 能夠保障國家和香港安全 但需要創造有利條件 大家也看到世界各地發生的很多恐怖事件 能夠可以為國家保障國家的安全 也保障了香港和我們香港700多萬市民的安全 但由於過去我們曾經嘗試為《基本法》23條立法 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所以我的表述立場 就是在任內需要努力創造一個有利的條件 才能夠在香港社會處理這個相當有爭議性的議題 擔任了五年副局長 即將坐正成為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說會以承擔的態度面對 立法是我們特區政府憲制的責任 第二我們都明白這是爭議性的議題 所以我們會謹慎行事 第三我們是會努力嘗試創造有利立法的環境 我相信我和其他特區政府的政治人民官員一樣 都是以承擔的態度去處理我們自己範疇裏面的事情 在保安局的範疇裏面 無論是23條立法與好 又或者其他的工作性質都好 我都是以承擔的態度去處理有關的問題 對於港獨 李家超說港獨是違法的事 日後會按實際情況依法處理 NOW TV記者簡學希報道